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斯粉都有哪些讲究 为何含有前调 中调 伪调 探寻罗斯粉爆红的秘密 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网红小吃的话题 一起来盘点中国最火的小吃 要说到最火的小吃 我想近几年来一路走红的罗斯粉 那绝对是名列其中 罗斯粉它是来自广西柳州的街头小吃 那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它就成为了火遍全国的 拥有百亿市值的网红美食呢 那么到底是哪些消费者在购买 另外就是它和在柳州当地吃的 罗斯粉口味一样吗 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据柳州市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 大尔庄柳州罗斯粉产销 已达到105.6亿元 年增长68.8% 日产量最高达325万的 眼下正值冬季 天气寒冷 来一碗鲜香热辣的柳州罗斯粉 是很多吃货的享受 家住北京的爱家 就是一个热中罗斯粉的女孩 爱家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很规律的作息时间 经常加班至深夜 一袋罗斯粉就成了它日常中 最经常吃的方便食品 爱家告诉我们 其实对于吃罗斯粉 它也是很有讲究的 像我吃粉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 汤跟粉融合到一起的 所以我会提前把汤汁给放进去 多煮一会儿 爱家以前去过广西柳州 在当地深刻体会到 罗斯粉的美味 回北京以后 他说就很难吃到 第一道的罗斯粉了 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吃袋装的罗斯粉 我基本上一个月的话 能够买两次左右 你想一包的话 大概是五包嘛 四到五包左右 我基本上就是一周的话 能吃完的 我们调查了解到 虽然早在2014年 淘宝上就开始出现 销售罗斯粉的店铺 但当时的销量并不算大 在2015年 柳州罗斯粉线上电商网店 日销量达到6万多大 2019年这个数字 突然变成了170万袋 四年时间增长了28倍 目前在淘宝天猫全平台上 柳州罗斯粉已经成为 米粉特产类商品里的销量第一名 今年淘宝天猫上 罗斯粉的销量 跟去年相比是翻了两番 因为年初就是疫情的影响 就共和区都有了一个 爆发式的增长 所以说平台上面 品牌和商家的数量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量级 那下半年的话是消费需求 趋于稳定 所以说虽然没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也是稳定的增长 那么越卖越火的罗斯粉 到底都是哪些消费群体 在热衷购买呢 经常购买罗斯粉的消费者 其实还是18到35岁之间的学生 年轻的白领和年轻的妈妈 就是还是敢于追求新鲜事物 和敢于尝鲜的人群 根据京东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显示 电商平台上 袋装罗斯粉最受消费者欢迎的 是这种三至六份装 价位在三十几元的产品 从地域上看 北上广深的购买力最强 2020年 罗斯粉销量同比增长了319% 在消费人群上 女性购买频率要明显高于男性 白领和大学生 一直是罗斯粉的主要粉丝 2020年金融从业者 事业单位工作者的销量 同比增长超过了300% 罗斯粉真的这样受人欢迎吗 记者在北京的街头 也随机进行了调查 其实吃罗斯粉还挺上瘾的 两周一周 想吃就吃吧 有时候可能会想吃一下 会想尝一下 但是我们也发现 没吃过罗斯粉 不爱吃罗斯粉的人 也大有人在 就没想尝试 那个味道的话 就是一直蔓延着 然后还下不去 就不想吃 带儿庄的味道 还是不太好 我们发现 带儿庄罗斯粉 也存在一些安全质量问题 2019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就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发现 6批次罗斯粉 存在均落总数 和大肠军群超标的情况 2020年7月 有媒体向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 送讲的14款罗斯粉产品 虽然这次检测数据 没有超出国家相关规定标准 但具体14款罗斯粉产品的数值 却存在差异 检测数据显示 自海锅 离子气的干米粉中 隔含量相对较高 在亚硝酸盐含量上 柳全相对较高 腐竹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 略高于酸笋 两品铺子总减出量 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另外14款罗斯粉中 那含量普遍较高 消费者需要予以重视 在调查中 一些消费者 也对罗斯粉的健康问题 表示担心 那么炙手可热的网红罗斯粉 是否可以让人放心使用呢 还有大尔庄罗斯粉 为什么会卖得如此成功 它跟柳州当地现场 做出来的正宗罗斯粉 又有什么区别呢 广西人又如何看待这种产品 我们决定前往广西柳州 去寻找答案 在广西柳州 罗斯粉店遍布大街小巷 吃罗斯粉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柳州当地人认为 最正宗最好吃的螺丝粉 应该是什么样子 都有哪些讲究呢 通过大厅 我们了解到 这家店在柳州很是火爆 中午时段 前来吃罗斯粉的人排起了长队 据说这家罗斯粉店 一天就可以卖上近千万 再次吃罗斯粉的也是本地人居多 罗斯粉在柳州人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我们那地位就非常那个 额粉是我们的教 对 就像南宁有那个老油粉 柳州有罗斯粉一样 柳州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 就固定地吃那么一两家 因为是那么一两家 是比较合我自己的口味 我们家就在这附近 都吃了很多年了在这儿 差不多什么选择来一次呢 一般每个礼拜都会来 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外地食客 慕名而来 我们广东那边也有的是啊 但是感觉的话 好像没有这边那么好吃 这边感觉就正宗一点吧 在广东 广西 米粉一类的食物是常见的 但是罗斯粉似乎有着一种 独特的魔力 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炸的鸭角的话 可能在我们那边是 没有人这么做的 炸鸭角是罗斯粉的卤菜 每位客人都可以在 点一碗罗斯粉的同时 额外加上的 在柳州 每个人吃到的罗斯粉 都是不同的口味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个人喜好的卤菜不同 品味道的味道 就完全不同了 鸭角 鸭角 还有香肠 其实罗斯粉的卤菜 很重要 是吧 对 在柳州 一碗第一道的罗斯粉 除了要有米粉外 必须还要有酸笋 花生 腐竹 木耳 豆角 另外各家还会有 自己独特的卤菜 像这家的卤菜 就有炸豆腐条 炸鸡角 卤猪角 牛杂 鸭角 卤蛋 猪角 这三样是我们柳州 不要点得多的一点 店面经理梁采夏告诉我们 柳州罗斯粉将辣爽鲜酸烫 几种味觉都能释放出来 让多重的味道挑逗着人们的味蕾 品尝过后 一种饱满的感官刺激 会让人印象深刻 喜欢上这种味道以后 就如些欲罢不能了 螺蛳粉的话 汤底都是一种 然后的话我们会 螺蛳粉里面配一点配料 一些像花甲 牛肉丸 牛杂 听当地人说 一碗有灵魂的螺蛳粉汤 也是非常关键的 一碗螺蛳粉 其实看不到有螺蛳肉 因为螺蛳是用来熬制这碗汤的 用猪筒骨 鸡酱 再加上几十种蜜汁的调味料 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行 最经典的就是圆汤螺蛳粉 汤味充足 鲜辣十足 是柳州当地人最常吃到的口味 其实一碗上好的螺蛳粉 是有很多讲究的 从米粉到汤汁 再到炸花生 炸腐竹一类的配料 每一种食材都是当天现做的 这似乎也解释了 为什么现做的螺蛳粉 味道要更好一些 梁亦凡是这家螺蛳粉店的经营者 他告诉我们 拿汤来说 用新鲜的猪筒骨来熬制 味道就会更鲜一些 而新鲜的猪筒骨要二十多元一斤 如果采用冷冻的猪骨来熬 成本也就在七八元前一斤 当然味道存在差异 还有螺蛳粉的米粉 是相对很硬 很耐煮的 与其他米粉区别很大 其实我们这个米粉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米浆含量的多少 米浆含量像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跟工厂定制的米浆含量在75%以上 这样子它煮起来那个粉的GQ弹 而且最主要它还是要米香味比较浓 米粉要筋道 有嚼劲 另外像腐竹炸制的火候也有讲究 要脆口 当然选料才是关键所在 那像我们这个腐竹的话呢 它就是纯豆的腐竹 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 我们吃起来的话呢 它是带着一种天然的那个豆香味的 食材的味道往往和成本是挂钩的 在柳州当地 用腐竹来做螺蛳粉是比较讲究的 就像我们这个纯豆的腐竹的话呢 市场上要卖到20多块钱一斤 但是你那个豆腐皮的话呢 就是有一半的价格也差不多了 就是腐竹的一半的价格 一碗第一道的螺蛳粉要风味足 层次分明 火候还要恰到好处 另外就是包括烫粉的火候也要拿捏好才行 时间短会太硬 口感不好 太久又失去筋道的感觉 所以做出一碗好吃的螺蛳粉并不简单 通过熟人介绍 我们找到了一位地道的柳州人老雷 据说老雷算是本地的吃货担当 最接地气 最深得人心的螺蛳粉 我们自己是找不到的 只有跟着他去品尝一下咯 这是一家藏在小区里的螺蛳粉店 没有老雷引荐 这样的位置 我们应该是无法找到的 没在街边 要不是熟人带着 是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地方可以吃到螺蛳粉 吃了蛮多年了 十几年了 反正你心里面就会想 久不吃了就会想 然后想到一天就特别想 然后就直接冲过来这里吃 这家螺蛳粉店开了有几十年了 来此吃粉的都是些老顾客 这家粉店到底有着什么魅力呢 还是听听老雷怎么说吧 今天吃的这一家呢 是正宗的 应该说最老派的螺蛳粉的做法 就它开了好多年了 开了好多年了 然后这家店呢 说句实在话 它在现在吧 咱们你看到很多店 它说它的汤底啊 都是用了什么机架呀 铜骨啊 甚至还有更多的一些往里面扔 但咱们最早的螺蛳粉 蒸了这个汤底就只有螺蛳 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 像沙姜八角啊 那种茴香啊 这种料是有的 据说这碗螺蛳粉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汤里面 螺蛳的鲜味很足 以鲜咸为主 汤底并不算很辣 即便我们不是很懂螺蛳粉 也能吃出汤汁里螺蛳固有的鲜味 仔细品味里面还稍有些甜味 这并不算很重口味的螺蛳粉 吃完确实嘴里不会感觉干 很适口 这家小店主要是刘玉兰三姐妹在经营 起初是专门做螺蛳汤的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螺蛳粉 到现在还演习了很传统的味道 汤底注重螺蛳的鲜味 并不会掺杂进太多其他的调味料 他们问我们的秘方是什么 我们秘方就是螺蛳 我们主要卖螺蛳 一天要50斤螺蛳 那50斤的螺蛳调的汤就做分了 用刘玉兰的话说 其实这碗螺蛳粉就是讲究个真材实料 用最新鲜的螺蛳来熬汤 再加上用料足 自然味道就好 到了这个时候吃一碗螺蛳粉 考虑的指标真的是会丰富很多 比如说像以前那个黄花菜 还有紫苏 还有鱼心草 还有木耳 这些东西在早期的螺蛳粉里面没有的 但现在已经成了很多螺蛳粉的标配了 据说螺蛳粉兴盛于上世纪80年代 在发展过程中慢慢有了变化 时至今日慢慢演变成了相对传统的螺蛳粉 和更加多元融合的现代口味 当地人说每一家能够开的比较久的螺蛳粉店 都是有一些卖点才行的 特别是这种开在街头巷尾的 不靠环境 仅仅凭借味道 这同样是一家很小的螺蛳粉店 店铺很小 甚至顾客在这里只能坐到马路边上才可以吃 但这里的经营者罗柳杰却丝毫不担心生意 很多时刻说这里的酸笋味道是非常特别的 罗柳杰从母亲那里传承了做螺蛳粉的手艺 和很多家不同的是 他家的酸笋都是自己腌制的 用本地的竹笋再加上山泉水 腌够120天的酸笋 味道才好吃呢 这个酸笋有个最奇妙的方式 越久越香 同时他家的酸笋还配上小番茄 这是比较独到的 在柳州应该是独树一帜 两种酸的味道配合起来相互影响 而又恰到好处 老雷告诉我们 地道的柳州人是能品出一碗粉的细微差别的 吃螺蛳粉的话呢 我们特别到现在特别讲究的话 你要讲到前调 中调 后调 所以它前调得保持一股辣 香辣 然后到中调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觉到 它整个在口腔的那种丰富的咸香就开始渗出来了 酸笋啊 然后它的那个酸豆角啊 它能够结合那个米粉味啊 还有那个油葱的味啊 它那种咸香 喧香就开始出来了 在中调的时候 那尾调就是当我们吃完了以后 再坐下来回味这碗螺蛳粉的时候 特别当你擦了嘴往回 往家走的时候 你反映出来的没有那种口干舌燥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种不适的那种麻感 那反而它会有一定的回甘 喉甜 喉咙会有一点点甜感 那这是它的尾调 那这是从前调 中调 尾调 这是一碗好的螺蛳粉 你品鉴的整个的过程 既然新鲜的螺蛳粉味道是非常好的 那袋装的螺蛳粉和它会有多大差异呢 我们准备来做一番比较 我们事先买好了几种网上销量比较好 同时当地人都非常认可的几种袋装螺蛳粉 价格较高 单份价格都在10元以上 另外我们请了五位品尝螺蛳粉的体验者 每人准备了四碗螺蛳粉 其中有一碗是店里现做的螺蛳粉 另外三碗是袋装的螺蛳粉 我们打算请这五位体验者进行盲测 他们事先并不知道 哪一碗才是现做的螺蛳粉 经过五位体验者一番细细的品尝 他们会发现其中 哪一碗才是店里现做的螺蛳粉吗 这四碗粉味道都有点差异 不同 吃这第一碗粉的时候 这个粉比较劲道 它里面的酸笋 也是比较酸 比较够味 这一碗粉它的汤也是特别的鲜美 这碗汤的话比较浓郁一些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 你感觉很润 很浓 汤比较香甜 比较香醇一点 然后它的木耳吃起来比较干脆 然后副竹吃起来炸的比较酥脆 然后它的酸笋 然后结合起来这汤的味道比较中和 比较调和 这比较符合一碗正宗螺蛳粉的味道 辣椒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碗的这个辣椒会比较 它会比较香一些 这四碗当中我最喜欢吃这一碗 因为它的口味更接近于 我平时在店里面吃的螺蛳粉 尽管个人的口味不同 但几位体验者品尝后得到几乎一致的看法 都认为最左边的那碗螺蛳粉味道最好 这碗粉也确实是店里现做的螺蛳粉 无论是汤底的味道还是米粉的口感 几位体验者都表示差异还是十分大的 实体地比如说当天做当天卖的 比较那个汤是每天熬出来的汤 基本上跟那个玉包装的有点差别 差别的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今天熬的汤去卖 那个汤比较虚比较香 所以比那个玉包装的就是肯定有点差别 大尔庄螺蛳粉行内又叫玉包装螺蛳粉 对于这种产品 虽然不能跟当地现做出来的螺蛳粉相比 但它又为什么会在网上卖得那么好 取得上百亿的销售业绩呢 这家工厂是最近两年刚投产的 生产线都比较新 算是柳洲螺蛳粉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工厂 这里的营销负责人向我们介绍 由于受疫情影响 吃起了方便 还便于储存的方便素食产品 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们2020年的整个的销售额 大概是在去年的两倍这样子 去年大概我们所有品牌加起来的话 大概在4000万左右 今年现在到年底了 大概有8000万这样子 邱启豪告诉我们 从地域上来看 广东和东北是他们销量比较靠前的地区 地区的话比较明显的就是广东 还有一个是那个北方的那个黑吉寮 黑龙江 辽宁 吉林这一块 他们也很喜欢吃这个 相比前些年来说 现在消费升级的美食产品 会更受消费者的欢迎 由于螺蛳粉配料比较丰富 通常会有多个小包装 并不像方便面那样简单 谢君林是厂里的技术负责人 每天在厂里负责车间里 螺蛳粉各环节的制作 他告诉我们 由于螺蛳粉相对比较复杂 配料多 包装多只是一方面 而品控 也就是味道的统一性 是难度非常大的 工厂的螺蛳粉制作 是还原螺蛳粉门店制作工具的同时 结合批量化生产的需求 而做出了一些改进 像熬制汤底 是由专门定制的大锅熬制的 但同样像门店制作 火候的控制一样 需要让专门的工人 像门店厨师一样 在熬煮的过程中 精确地控制温度 温度掌控的好与坏 会对汤底的味道有直接的影响 而如何精确地标准化制作 成为摆在谢军林面前的难题 每一批食材的用量极大 一些细小的差异 像每批次的食材原料状况 工人的操作水平都很关键 猪骨和鸡骨架是400多斤 400多斤的猪骨 以后这里的汤料的话 就是螺丝的话 是我们一锅汤料里面 是200多斤螺丝 我们大概这一锅的话 我们大概能做出 一万多包 一万多小包的 这样子一个量 另外螺丝粉有很多鲜料包 像酸笋 豆角 这些都是鲜的 如何保证味道的同时 又能够易于存放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通常螺丝粉要保证 180天的保质期 销售才没有障碍 而新头产的灭菌生产线 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一条的话叫做巴士 巴士灭菌线 我们灭菌的主要是两个菜包 一个是双绳包 一个是对角包 这两个包包装好以后 必须通过巴士灭菌 我们了解到 一大螺丝粉是需要两天的时间 从制作到包装才能完成 这也是限制了 大尔庄螺丝粉的味道 还是无法跟现场制作相媲美 但无论大尔庄螺丝粉的味道如何 柳州当地的螺丝粉产业 已经创造了超过25万个就业岗位 遍布全产业链各环节 带动建档利卡贫困户 4500多户就业 人均年增收9000元以上 眼下柳州正致力于 将螺丝粉打造成为双百亿产业 即大尔庄螺丝粉的产值超过100亿元 原材料等附属产业也要超过100亿元 预计2022年 柳州螺丝粉产业产值将会达到300亿元 螺丝粉是鲜香爽辣 让人欲罢不能 但是要把这种柳州街头的小吃美味 原汁原味地快递到您家里的话 就离不开工业思维的打造了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柳州代装螺丝粉产业 它也是在危机中遇先机 在变局中开新局 面对诸多的挑战 火辣辣的柳州螺丝粉 也是给中国的经济 增添了火辣辣的一抹亮色 其实要说到地道的柳州螺丝粉 它讲究还是很多的 你看这个粉要弹 花生要脆 腐竹要香 汤要鲜要辣 还要有回味 所以有机会你要去到柳州的话 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 当地最正宗地道的螺丝粉 而预包装的螺丝粉 它是需要完成批量的生产 同时还要面对 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 所以它味道不会做成 柳州当地人最爱吃的那种味道 而应该会根据市场 做出更加适合普通大众的口味 近些年网红食品是火遍全国 在线上自热火锅 从2015年问世以后 就一路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质疑这种产品的安全和味道 那么自热火锅 真的得到了传统火锅的真传吗 这种自热火锅做出来的食物 它跟传统糖食火锅相比 究竟有什么区别 对这种自热产品 消费者能够长久地喜欢吗 欢迎收看我们下周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